这个就是可以卡在门边 就可以做就是不同的运动 哈喽 哈喽 欢迎来到我的房间 这个是我要来 啊 这是 号码不告诉你 啊 幸好今天有叫room service来清理一下 不然很乱啊 这个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corner 因为你看得到啦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零食 这边还有吃一半的要不要 有快手面啦 有一些energy drink 然后杏仁奶 然后一次性鸡蛋啦 然后我从新加坡带的一些罐头 万一比如说拍摄的时候 蛋白质不够 就可以用这些补充 然后 protein bar 拍摄的时候如果肚子饿了 就可以吃一点来补充能量 蛋白质粉 还有润喉糖 一拍打西斤 喊太多就需要一点这个 然后这边是我的一些supplement 保健品 里面呢有鱼油啦 绿茶的一些extract啦 维他命啦 对很多种不同的 所以这些是我每天 起床跟睡觉之前都会吃的 然后当然很 拍戏很普通的啦 卸妆水 cotton 防晒 防晒很重要 因为柬埔寒很重要 其实我们新加坡也每天会晕到 为了避免生病 维他命C 然后 因为我出国我会比较担心啦 所以我会带很多很多的药 有眼药水啦 有药 伤风药 卸肚子的药 这是我的衣柜 你一开 你只看到 一个长裤 一个T恤 还有一个外套 嗯 这是我从新加坡 飞过来的时候穿的啦 然后一般上我也是留着 我就等飞回去的时候穿 我带的衣服 其实都是健身的时候穿的衣服 比如说 一些sports的短裤啦 一些背心啦 还是背心 就很多去gym的时候穿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当然有长裤 万一需要出门 所以其实都是运动型的衣服